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丧尸法王称号的人会反对内密坛场的法规呢? 因为他是假圣者 这世界上有法王活佛称号的丧尸 都习惯说自己能做内密贯顶 分内密外密坛场 哪知真正的内密坛场法规公布于佛教徒们后 他们的谎言全部被裁穿了 所以他们极度称恨 原因在于一万个法王活佛冒称自己有内密坛场 基本上有9999个都是假的内密坛场 假的内密贯顶 为什么西藏过去化红光成就的活佛很多 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一个也找不到了呢? 谁也否认不了这一四十吧 因为现在没有内密坛场呢? 灌不了内密地 失掉了圣坛西地利 所以传的法接不上本尊贵 佛菩萨不接收不再真正内密坛场的灌顶 现在的假活佛冲撇 他们没有受到真正的内密灌顶的大法 你想 如果他们能做真正的内密灌顶 就必然是身为大圣人 作为一个大圣屠萨 而把你写的一张纸都化不成红非空 这不明摆着他不是圣人吗? 他只会口头空讲好听话 实际上是凡夫吗? 而他把一张纸化红不见都做不到 乃至根本不敢做 这是大圣人吗? 大菩萨就这么没本事 连一张纸都对付不了吗? 还没有要他反送文表 显大菩萨倒行 把当众写下的文表烧掉 请菩萨把文表送给在睡梦中的弟子 神奇的是弟子睡醒后 手中竟然会拿着烧掉复原了的那一张文表 哪有持表 就会受到丧尘内密的本尊法源依品灌定 至迟 三十钟与佛菩萨等来往 金刚三除是检验男性丧失身体的 只有身体不好欠缺体力 才上不了地除天除 而没有圣正量功夫上不了法除 更是只有小圣的百分之百 不具送菩萨衣表的道行 也没有道行在远处命令金刚丸 在地子手中神变等 你们认真想一下 这种无道的假圣人 他不采用反对建立内密谈场的两大法规 又怎么遮盖得了自己骗人的丑呢 难道他向你们承认说他身体衰竭 没有体力上金刚三除 他完成不了送菩萨衣表 他是假圣者吗 他会承认他是冒充的圣者在骗大家吗 他只有采用反对正法法规 来遮盖自己的凡夫骗子本质 所以空有虚名和没有道行的假圣者 一定会反对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带大圣得门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3月3日